胃炎的可行——蜂蜜如混饮。 饭后常感到胃部不适及灼热感。 对多数人而言,这个症状是因吃了刺激性食物所产生的反应,然对某些人来说,却是长期困扰人的症状。 这种症状通常为胃炎导致,即胃黏膜的发炎情形。 除了胃食道逆流,胃炎还会导致腹部疼痛、物性等症状。 胃黏膜的功用为避免胃酸侵食及保护胃壁,黏膜的受损将导致胃壁溃疡、胃酸逆流等问题。 经诊断若发现自己有胃炎情况时,必须透过改变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恢复其健康。 现今虽已有许多药物能达到缓解效果,但这里建议最好使用天然疗法,以避免药物所产生的副作用。 幸运的是,自然界既有的一些天然的、有机、成分,能加速恢复消化不良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透过芦荟与蜂蜜,有效治疗胃部的不是。 芦荟与蜂蜂蜜如何对付胃炎。 将芦荟、蜂蜜混合、制成治疗配方,有效缓解胃炎症状。 以下我们为您介绍此两种天然成分的优点。 芦荟的益处 芦荟叶中的凝胶是一种聚活性的复合物,能够快速消炎、治疗消化不良等问题,数世纪以来广被人们使用。 它含有一种成分叫做芦荟素,能有效注泄,帮助清除肠道素变。 芦荟凝胶会薄负病保护胃粘膜,缓解胃酸及溃疡症状。 不仅能防护免受胃酸侵蚀,它还能刺激受损粘膜再生。 芦荟会胶带碱性,能调节胃内部的质质,中和肋酸,患合胃部着热感及胃酸逆流情形。 蜂蜂蜜的益处,蜂蜂蜜有多种医疗方面的应用? 它含丰富的果糖及葡萄糖,两者均为单糖,容易被常年膜吸收,提供所需能量。 蜂蜜也是纤维素、维生素、矿物质的天然摄取来源,这些成分有助消化并能减少胀气。 虽然目前尚且不知蜂蜜中含有那些成分是有助于舒缓胃炎,但部分专家认为蜂蜜具有消灭引发胃炎的病菌的功能。 对抗胃炎的妙方,蜂蜜芦蜂蜜和芦蜘的结合能替代胃药,舒缓胃部发炎,且完全不具负作用。 它能减少胃部灼热,并能调节胃部酸健脂,防止胃液过多导致的危害。 材料 1. 杯开水 芦蜜柜凝胶三汤匙 蜂蜜一汤匙 制备方法 用水洗净芦蜜也并纵向切开 用勺子取出叶内的凝胶 将芦蜜柜凝胶、蜂蜜、适量开水于调理机中混合 可分两至三次饮用 饮用时机 胃炎产生疼痛、灼热症状时,喝下半杯玻璃杯的量,每天得喝两次 正餐后给饮用汁,做预防机胃部保养 注意,不应喝超过建议的饮用量,应该配方具有泄药的效果,饮用过量可能导致不良后果 着用此配方,伴随均衡的饮食习惯,几周内你会注意到明显改善 维持好的健康习惯,防止胃炎复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